疫情持续冲击加上物价上涨 民众生活苦哈哈 新竹县第二次的租金补贴已经开跑了 年满20岁或未满但已婚 且在收入不动产等都符合资格就能来申请 分三级补贴最高补助5000元 一年就能省下6万元 北漂到新竹县工作的青年或是低收经济弱势的民众留意了 新竹县住宅租金补贴第二次申请 从2月14号到2月25号可以申请补贴12个月 租金最高补贴5000元 共有187个名额要减轻民众在疫情下的负担 从111年的2月14号星期一起至2月25号星期五止 本项租物补贴共分为三个等级 最高每月补贴租金为5000元整 那申请者经过本县符合定以后 通知核定期可补贴租金12个月的租金 呼吁符合资格的在本县租的租客们 在申请期限内可以尽快提出申请 租物补贴情人节开跑 产发处表示只要年满20岁或是未满20岁 但已婚都可以提出申请 而家庭条件是成员每人每月平均所得要低于33220元 每人动产限额为22.5万 家庭不动产不可以超过530万 而租金补贴分为三级 第一级家庭成员两人以上且具有低收 或是三人以上具有中低收入户 每个月最高补助租金5000元 而第二级不具低收身份 但属于生账或是弱势户 则可以申请最多4000元 第三级则是符合资格且未满40岁独居 每月最高补贴租金2400元 本次受理人比照前一提次一律采 线上或邮寄方式的申请 那纸本申请书可就近至本县所在的 乡镇公所所在地领取 那欢迎以年满20岁者或未满20岁 但已婚者以及相关收入及财产条件 符合资格者都可以尽数把握时间 上内政部的网站申请 租金补贴2月25号前可以用线上申办 或是到就近的乡镇市公所 领取纸本填写完 以邮寄寄回县福产发处 一年最高可以省下6万元的租金 足无足可别错过了